就给他做了个支架手术 什么叫支架呢 咱们好多朋友天天听这个 心脏支架 心脏支架 这个支架手术呢 就是通过穿刺进入你血管 然后呢 往进输送了一个很小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支架 大概几毫米那么直径 高也就几厘米 是一个不锈钢的空心圆柱体 把这个呢 通过你血管呢 塞到你这个血管最堵的地方 然后用装置把它撑起来 这又撑起来 你血管不就变大了吗 血溜不就畅通了吗 就解决这问题了 所以这个心脏支架啊 是解决冠心病的 最有效的手段 上个世纪90年代呢 这个手术传到中国 在现在呢 成的最普遍的了 据说这个2010年一年呢 这个心脏支架手术 全部大概有30万例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老周呢 很正常的做了个支架手术 过了半年 让他回来复场 老周周身体觉得挺好 一检查说不行 你这个还得做 要不然还有危险 又给做了一遍 主刀的呢 是南京第一医院 心内科人主任 姓陈 国内有名的心内科人专家 给他主刀做完了 可做完了以后 这老周就觉得浑身难受 最后在道上 差点昏死过去 医院再抢救 换一家医院抢救 这个大夫傻了 说你这不对 你这心脏里什么玩意儿 找到了那个 已经坏了的支架 就是那个支架 把他给堵上了 一问的还是什么原因呢 在一调查呢 是以前那个大夫 做的时候就出事了 但是那大夫现场给处理了 老周当时没死 这种情况南京当地处理不了了 来到北京的全国 府外心血管医院 府外心血管医院 迫于无奈 给老周换了个心脏 心脏移植 然后把他这个心脏呢 换下来就保存起来 为什么 重要的证据 这里头的心脏支架 怎么出问题 出了问题 为什么大夫不知道 没有通知相关病人 最后一调查 现在基本上 把人脉脱里清了 这个完全是主刀的大夫 跟医药代表之间 通力合作 谋取私利的结果 怎么回事呢 心脏支架 咱们有不少朋友知道 做过这个家里有人做手术 给中老年人做这个 支架多少钱呢 在最开始引到国内的时候 当时是进口支架的成本 是六千块钱 在医院得卖了三万八 后来有国产支架 出厂价三千块钱 在医院得卖了两万七 就差这么大的比例 但是这些年呢 由于这个厂价多了 竞争激烈了 这个价格现在呢 多多少少降下来 但是降下来 进口支架也在上万元往上 而且手术费用 各方面也都非常高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现在做心脏支架 手术的里边呢 医疗费用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 一些医药代表 跟主导大夫之间 勾结的情况 比方说第一个 把那些啊 不是正规厂家出的支架 拿来到医院卖 第二个 把一些处在临床试验阶段的支架 也当成可以用的支架 因为这种器材 必须要在国家医院进行注册 有的没注册 也拿来卖 那么卖能卖得出去吗 主要要看主刀的大夫 因为像这种事情啊 咱们刚才说 虽然药剂师跟医院的这种医疗器件 来管这个部门 管这个事情 但是有一点 他最主要的呢 是由这个主导大夫 这个心内科的主任提出来 我要用什么什么牌的支架 然后去采购 它是个起点 所以有时候他决定着 最后用哪种支架 好 这时候医药代表趁虚而入 用这个支架 越是来路不明的 越是那些贵的 回扣也越高 那么怎么能实现这回扣呢 我们看各大医院的 凡是心内科主导的大夫 往往他在自个儿医院干 时间也就那么一天多 一周 剩下那天干嘛 出去走学着 谁来给他揽学 就是这些医药代表 比方我举个例子啊 北京吃东西 三甲医院主导 很有名的专家 到哪 到河北一个地方医院去 医药代表呢 跟这个地方医院谈好了 你呀 得用我给你提供 新当事件 手术都用我给你提供事件 然后给你们多少回扣 然后我还负责什么呢 负责把那专家给你请出来 来完成这指甲手术 因为一般的普通医院 想心脏指甲手术很困难 得请专家 这头医药代表 再把这专家拉过来 向专家承诺 你十五 我给你提供的心脏指甲 一个我给你多少回扣 有的那主导大夫 出去一天干多少 能做十个心脏指甲手术 一个指甲回扣 一般来说两千块钱上架 十个这一天 他往这个回扣拿两万 再到那给病人手术 再拿红包 这医院就说 如果请专家了 得收你们红包费 这个心脏科的高手 可能一天出去走学一次 就拿四五万块钱 一个礼拜 除了一两天在自个单位干 剩下都在外头 你都说 有的大夫他能不发家吗 而这个发家发的是什么钱 这不就是魅心财吗 一件受贿案 引爆全程医药贪腐事件 珠海九家公立医院全部中招 我们能不能卖十八回钱 什么十八 三十八 四十八 小小心脏支架 价格不为 关乎人命 哪知其中 暗藏不为人知的玄机 这个大夫傻了 你这不对 你的心脏里什么玩意儿 药品价格 为何迟迟不降 万元回扣 为何竟比病人生命更重要 老梁说天下 谁给医院看看病 所以现在国内心脏支架 手术领域之内 腐败的现象 是非常严重 有些支架来的不明 有的支架 是属于临床阶段 也敢给试 咱们现在看说 做完支架手术 那个上面有个调停码 说这就是支架那条码 往往厂家出的时候 出两条码 这个贴的 那个贴别的上 就有的根本不是这个产品 条码也贴到那儿去了 据说有那么一事 咱们在医疗领域 抓这个反腐败 抓贿赂事很严重 你们各个医院 率先往外跑的 都是新内科的主导人 哎 在国外办个护照 什么之类的 到国外躲着风 过一只风吸了 再回来 所以你看有人说 医院里最富的 往往是 要各科室主任 新内科的主任最富 他一天动刀 又吃着回扣 而且这个回扣链条 到了什么程度呢 医院里边 居然形成竞争 新内科能做 这个大家的支架手术 急诊那也能做 那好 急诊跟新内两家争 这有利益分配问题 2002年时候 青岛大学的附属医院 就出过这个事 科室主任 跟副主任打起来的 副主任用哑铃 把那主任 活活给凿死了 为啥 就是新脏支架 回扣分赃不均的问题 所以 将到这种程度 把谁给便宜了呢 在前台分诊的护士 就跟你判断 你这病到急诊 你到新内去 据说一个分诊护士 给一个诊士 推荐一个 做新脏支架的病人 他的回扣 能拿一千万千 你咋咋咋 这得到什么程度 而且最要命的是 在诊疗过程当中 明明你这用不着 新脏支架 这要支架之后 还有些副作 你还都得吃药 用不着支架 我也给你做支架 为拿回扣 或者你身体还没有 飞到支架不可的程度呢 还没有出现一些 其他反应的时候呢 我也把支架手术给你做了 而根本不管病人的死 如果大夫黑心到这个程度 你说我们这医院 谁还敢进去 但是 我刚才说这个心内支架 这些事 这确实实是现实当中发生的事 所以我说 现在我们国内目前 医疗领域出现的问题 都是大问题 都是跟老百姓 身体密切相关的大问题 而我觉得